立体单边极限 我们要来求2x加上绝对值x-3 当x趋近于3的右极限值为何 首先呢我们先来讨论绝对值x-3 当我们要猜绝对值的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如果x-3大于等于0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猜绝对值就可以了 我们直接把绝对值拿掉就可以了 那第二种情况 如果x-3小于0的话 我们在猜绝对值的时候呢 要在前面加一个符号 也就是说 如果x大于等于3的时候呢 我们的函数呢 就是x-3 如果我们的x少于3的时候呢 我们的函数呢 就是3减掉x 因此呢我们回到我们的题目 我们要来求2x加上绝对值x-3 当x趋近于3的右极限值 那我们知道x是比3来的大的数 所以我们在猜绝对值的时候呢 直接把绝对值拿掉就可以了 所以呢我们的函数呢 就会变成2x加上x-3 那我们把我们的函数呢 整理一下 我们的函数就变成 3x-3 这时候呢我们 再把我们的 x等于3 带到我们的函数里面看看 我们来求我们的极限值 再进来之后呢发现 是等于3乘上3减掉3 那我们极限值的答案呢 就是6 我们的函数